这里我们可以先给这个幻灯片这块内容去起一个名字 比如我们可以叫它hero 然后再去创建一个新的样式文件 把它放在styles目录的下面 名字可以是hero.wxss 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 用一个add imports 导入这个styles下面的hero.wxss这个样式文件 然后再回到这个样式文件 下面我们可以去给hero去添加一些样式 先去设置一下hero下面的image的样式 还有hero下面的video的样式 把它们的height 也就是高度设置成38.2vh 再设置一下hero下面的content 先用一个padding top设置成10% 首页环灯片上面的这些文字内容可以让它们居中对齐 我可以在这个content的容器的上面再去添加一个额外的类 叫centered 再回来就设置一下hero下面的content centered 把text line设置成center 就是让文字居中对齐 接着我们再设置一下hero下面的subheader font size font size 字号身上32rpx text transform 是uppercase 把文字改成大写的 letter spacing 添加三个像素的字间距 再用一个margin bottom 直是八个像素 添加一个八个像素的下面的外边去 再用一个color 文字的颜色可以使用rgba来表示 颜色是黑色 不透明度是0.85 然后是hero下面的header的样式 font size 字号设置成72rpx 用一个相对的大小 这样的话这个文字的大小会随着设备的宽度的变化而变化 font weight 是bold 让它加粗显示 再用margin添加一点外边距 0 12% 8px 上面是0 左右两边是12% 下面是八个像素 再设置一下hero的description的样式 先去添加一点内边距 上下是0 左右是12% 再用一个margin bottom 添加一个下面的外边距 它的值可以是32px 等一下 转发一下 阶 сказать 就能做到 如说 众 转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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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一下